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的一个同学 他是从21岁就在宗教里面 而且他得做志工也是做什么 他说里面也是阶级啊 也是阶级啊 也是斗争啊 所以慈善机构办也许好一点啊 不是盈利事业啊 可是这种单位 第一个是很困难 财源的问题 这个财源的问题 不是钱还是要照交啊 不是说就不要钱啦 我跟你说 钱照交的时候 对 如果那请的人也不见得 一定都是有爱心的 是不是 在宗教团体里面 他们总是比较多 这样愿意 如果你这样讲嘛 我觉得社工人比较有爱心 不管什么教啦 我跟你说啦 不是你想象的是说 有信教的人他就比较 比较人性 人性都是一样的 对 对 是这样 如果比较有些人会稍微练一点 不然还是一样 其实都一样 因为我看过很多 组织人 对 我觉得比较伟大的是那种社会工作团体啦 社工的那种真正的对社会工作 对啊 我的意思是说可以由这种 对应议组织他们办一个 然后都请这些 那时候可能也不容易轮到 啊 不能轮到什么东西 住进去 哦 哦 那大家就抢了 因为现在这个问题 你要送给我啊 我要送给你 你要 你是要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肉 对啊 都不可怕 我看过了